第十五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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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战士mashwhee 我是很久没有跟 观众啊还有我的战友 来互动一下讲讲话 虽然 今天最后一天但是也是没有什么 理想样子啦 因为 我的YouTube啊 和其他社交媒体没有这么理想 虽然我YouTube到达 300而已啦但是 也没有这么理想 其实我当初做我的YouTube勒 想赚点钱这样子 做额外收入 给买到我想到的东西样子啦 就是我的努力没有人看到样子啦 真的 唉 简单讲一下 做YouTube这样是要看你的建设的道路啊 因为我表属比较好看 但是我现在肥的 MCO肥的好恐怖 不过我小小小也比较好啦 不然的话YouTube讲我什么 诶 你看有负能量把他们掉那个什么 啊那什么 我不清楚啦 现在YouTube管得很严啊 真的 小兴一点啊 管到真的是 Vitcoin啊 算是优雅 不过我起初做YouTube就开始比较乱咯 一开始我就做什么挑战啊 Vlog啊 Prime那些咯 不过Prime我也是没有什么做的啦 其实我有拍就是 男腰拍还有就是 黑话啦 这两个 这两个是 当初我自己不做 我觉得千位数还不错 到后来就慢慢变百位数 三位数 然后慢慢就变两位数 真的 没有什么理想啦 我觉得 可能我的努力都很好啦 我不懂啦 我猜罢了啦 没有人看得出我的努力 的背后是怎样啦 所以 我会竟然把这些设备啊 比较低高一点 因为我本来想做游戏王内容嘛 但是 有任何我讲就是 游戏王 这等下是没有很多人去看的 最重要是你要去外面的世界 然后解释一下 比较好 真的 真的 因为我 因为我 因为我看游戏王 以为很多人看 因为想做 像 一世新鲜感 或是一世新鲜感 或是一世新鲜感 因为很多人讲 跟大家想要 想认识一下 拍裂吧 我想做属于 自己的内容 像游戏王的那样 大家看 想 别人讲我是什么 拍裂的内容 但是 但是,两位数也是客人,感觉有点心头啊 所以,我拍这种类型,像我拍的那个UFOBROX,变现实的有细毛样子 有点类型,不过我会尽量感散一下,比较特别型样子 尽量就是,然后接下来我要决定 其实我老实讲,我要讲终点了啦 现在真正的终点就是,我决定要转型 没有听说,我决定要转型 因为我讲这些游戏王的卡,没有其他 因为这里是malatia,不是台湾那些,台湾很喜欢 malatia就比较喜欢像现实样子 像第一清,类似这种内容啦 只是,只是要去发挥,然后去接触一下外面世界样子 比较了解一下,因为他们看的比较真实感 所以我打算会,转型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再做,讲解游戏王的内容啦 就是,去讲那个卡效果啊,和故事性样子 因为malatia,没有人看到我这个,这种类型啦 因为我以前的内容就是真的很乱 关到不难去吧,后来我再转游戏王的内容 就,有点不思理一下 最后我还是,反正做了转型啦 当然啦,我不要拍那种,拍prane啊,危险性 因为现在youtube玩的很严啦 如果我拍一定的prane啊,他一定会管的 然后,做网络小说我就是不好啦 因为有点过分啊,不想去做这个过分事情 我也不想去做这种过分的东西不要去做 对的事情,我去做 错了,我们绝对不要去做 然后,然后是那些参热度啊,像那些之前的事件啊 很多时间啊,因为今天很多事件发生 就很像偶然的时间啊 我后来是道歉啦,我也是要去参热度来去 proof我的youtube,我也是不敢去做 我也是为老朋友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参热度我就是不好啦 然后,我是不可能回到youtube圈啦 一定要做人要坚持一下 有时候我想放弃,但是 只要一定要维持这个 可能有一天会发生啦 不过今年2021还是2020啊,也是 好的事情啦 我也是,看到很多事情发生真的是 真的很难过 我相信是会继续转型的 转型啦,我不相信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频道转型 明年,知道啦 为什么我讲这么多黑话 其实,我出自己的心里 就不知道 加入自己的 我的心神样子 这样,会让他讲错的事情 其实 我最喜欢是想做Drama的样子啦 因为我以前是CG组的 其实 后来 我是做完两件CG组之后呢 后来 我拿这些高啊 跟我另外的朋友 因为我另外的朋友也是CG组的人啦 我就拿来做讲师扮演的样子啦 后来 我自己的组啊 抢了那条啊 然后 不想做Drama的 我就很 爆料如雷咯 我就跟他们打架 后来 我就吵架 然后去他 之后 有没有什么趣味啦 都很 奇怪的事 我还看到Drama在工作 我问为什么 我问为什么 我会这样子的 我又不懂啦 我还是真的 无言啦 然后后来 我是看到大学有像 CG组的人 然后 我比较英零 就是 后来我就 像别人的朋友 这样出来 就是我跟 像是要我不知道啦 是什么事情 不过你们也是不知道啦 我们是怎么出来 比较好一点 不过也是给我们自己看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我可以 振兴用心来去演这个 角色啦 一定啦 然后就是 我要打算就是做Studio 还有 塔丁分堂的样子喔 因为Studio 我打算把 整个社交媒体 组成 一个Studio 给我的团队 帮我 拍照啊 拍摄啊 这些 过了这些多点 也可以 然后就是 让 每个人家附近啊 感觉方便去 卡店那边去玩一下 因为我是看到 别个group啊 跟着讲 很难找到 附近的卡店来 去玩啊 有时候去到远远 真的是不方便喔 因为我以前 我们经常去的 Tan Square 那边也是有卡店 经常跟我大学朋友 一起玩的 但是后来 也是 倒闭 真的是 流下眼泪 留下 唯一个回忆罢了 真的啊 我也希望 如果我玩一红的话 一定要开卡店分好 我要给整个 马里西亚啊 将那些人 容易玩那些卡片 像游戏玩啊 Pindad啊 Digimon什么 都可以 我也希望 可以做得到这个 我的理想 但是我去 上一次我生日起源 也是有这样讲 这个东西啦 希望我们可以做得到 好了 影片到尾了 如果你超级中级 超级不喜欢 的话 请记得按Live 如果你想要 我现在的中级 记得按照片 下方的朋友 谢谢你 把自己这个文化 顺别人了 如果很简单你跟我讲啦 然后讲出我 我会一定出来 不要开玩笑 好了 这边是这边咯 Ciaos 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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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